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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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收看今天的 开运竞丁团 天心的旁盛告诉你 这样女人把她当偶像的男生是谁 就是她好像感觉到 左上方有一个镜头在拍了她 而且是爽爽的感觉 对 所以她一定有姿势 然后那个表情就是 好像随时都有很多人在看她 更崇拜她 你一点都不满自己现在的状况 处便不惊 对 然后就 我更好 你好胖 什么样的女人信不得呢 从手迷上特征就可以知道了 她这个如果这个发际线 凹凸得太明显的话 这种人她讲的话信不得 我没有 你这是美人间而已 一个间而已 没有三个间 美人间是正常的 所以我是可以值得相信 可以相信的 可以相信的 看你量解是笨笨的 可以想想测验 只要检视你目前在异性眼中的信息 你只说 像他们觉得很像的何佳欢 像家人一样 怎么会有经历呢 只想跟他们聊聊天 然后交心 一起去吃吃饭 那感觉就很好了 真的 真的 你会想跟陶老师在一起吗 陶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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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老师自己活得很快乐 还要告诉你 供引男人百发百重的女生是什么星座 册子DIY要帮你预置 最近会被烂桃花缠上吗 千万不要错过了 等会儿和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 欢迎我们的郭子杰还有玛格丽特 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开议鉴定团 有来一个俄罗斯的美女 还有我郭涛 是 郭涛要接受观众朋友的口音了 是 是俄罗斯的二死鬼 是 这怎么样 是 俄罗斯先生 你说这个玛格丽特在台湾发展怎么样 发展的不怎么样 怎么样 最后这个在接听这个中国大陆的 中山小中先生 是 你是在中山 不是 是这个谢谢 谢谢你的这个关怀 你这个不懂俄罗斯的话 那就没有办法跟他沟通了 我们再接 欢迎那个这个 这个 这么划 是了吗 你给我俄罗斯的 我就写这个溜冰的词给他了 是不是 这个身材就好 我就让他溜冰的滑倒 然后滑个四角朝天 大家都看到他穿帮了嘛 神情的开朗了嘛 是了 只得了 是 我跟你说战 今天将是一个俄罗斯的美女 来到我们台湾 我是在走路你知道吗 我如果没有走路的时候 你摸就跟他趴了 你知道吗 对 贝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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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是吧 这个 我差点被他骗了 不是 不是 人家是从国外来讨生活 是吧 我们总是要有台湾同胞爱 对啊 好好给他俄罗斯的美女 玛格丽特 掌声鼓励一下 耶 好棒极耶 贝哥 你到底有没有跟玛格丽特在一起啊 当然是有嘛 是有作节 是吗 可是男生讲话不算啊 玛格丽特你咧 你跟飞哥的感觉怎么样 我可以演技还是要当自己 我看你当别人好了 对 你还是当自己OK啦 当自己OK 对 有没有 其实没有 其实没有 而且大哥大说实在 因为看到漂亮女生 贝哥 有没有看到漂亮女生完全就不行 而且你看腿又长 对不对 又漂亮从国外来洋货 这个可以说是全套 这个毫无瑕疵的进口 这种美女 这个 没有办法在这个节目上面品尝的话 完全对不起观众朋友好不好 好 我们就 等一下我马哥你太好 我跟你讲 这样子好方便喔 是 很方便 我这是随便的人啊 像马哥跟他这样女生来勾音你 你受得了吗 要看他 最重要是 会不会讲中文 北哥你 北哥你先念的 来多了吧 太多了 没有办法掩饰 真的喔 所以我们今天针对这个勾引男人 好 我们来讨论一下 勾引男人三大绝招 到底要用哪几个绝招 第一个绝招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 嘴甜 把男人当偶像 例如说 你要真心的 我看起来一样都 我看起来不真心吗 看起来不像演戏 好 佳天那种诚意就是演得很真诚 对 但演得真诚不是说你本身不真诚 而是说你演出来就很真诚 你知道因为有些男生说实在 真的很喜欢听到一些好听的话 让女人把它当成偶像来崇拜 对不对 所以我们今天从星座来看一下 到底谁要先做男生的喜欢 让女人把它当偶像来看 来 唐老师 我们来看看哪一些男人 喜欢女生把它当偶像来崇拜呢 那如果你把它当偶像崇拜 它可能就会飘飘然 什么都会答应你 那太阳和金星都要参考在内 那我们的小郭呢是双鱼座 然后金星呢是在金牛座 好 我们来看一下 第五名是谁呢 太阳金星如果落到了 处女座的男生 乃哥 乃哥 对 真的 你没看到 每次都说乃哥 红鲜女孩 他马上眼睛就亮 马上就这样讲 红鲜女孩 他马上就会这样 对不对 对啊 其实处女座的男生 还蛮喜欢人家称赞他的 虽然他会有时候对一些女孩子 他追不到的时候 他会很奴言屈膝 甘愿当你的奴仆 可是基本上他很希望是 他的诚意能感动你 而且他的诚意是被你看见的 所以他一定要得到你的参赞 那如果说他长期的这个追 他当然追求你是 这样委屈的追求你是因为 追到了以后 他就可以告诉别人说 那这么难追的女生 他都追到了 所以其实处女座眼光是很高的 可是话又说回来 如果处女座搞不定一个人的时候 那他就会在别的地方找代场 比如说他追你追得很委屈 他觉得他男人味都快要失去了 那么这边有一个 你崇拜他的小美眉 他就很乐于在那个小美眉面前 吹牛啦 吹嘘啦 讲讲他的英雄史啦 女生只要露出崇拜的表情和眼神 他就会觉得很愉快 真的 这种人其实感觉还蛮幼稚的 所以显然可见得这个喜欢女生 把他当偶像的男生都有幼稚的成分 我们来看看第四名 太阳金星如果落到了 王老师的双位自作 对喔 很多 其实双座男生还蛮多 像王老师对不对 他的这个另外一个心在 金星 金星 还有郑金一 郑大哥 对不对 一哥啊 双子座 对 要不大家崇拜他 就把他当神 对 写歌写词的这个功力 不再画像 真的 还有瓜哥 你越崇拜他 他的才华越发挥得淋漓 对 而且呢 其实双子座的人 他就有一种同志 那种同心同 那种很小孩子的脾气 你称赞他 他就会觉得很得意 对 你知道有一次我去参 我去那时候帮詹雅雯 主持那个记者会 然后詹雅雯有一首歌是老碑 有一首歌是老碑 然后是那个一哥写的 有有有 他写那首歌他自己觉得 了不起到一个程度喔 然后我就那时候我就站上去 然后听到那首歌 我听到那首歌 我根本就是看到那个画面的时候 我就自己不行 在台上就一直大哭 一直大哭 然后一哥就很得意 所以就这样 不行了 好 我就跟你说 这首歌要在那边 让你靠到那边 他就是很得意的那样子 真的 对不对 他会觉得 你看到了喔 对 厉不厉害我 我写这首歌 打动多少人的心 真的 有时候双子座这种反应 让我们很解开 你知道吗 对啊 他其实也有很真信心的一面 可惜 他常常在得意忘形的时候 或在外人面前 他反而那个内在 温暖的那一面 没有拿出来 比较拿出来是细虐的那一面 然后幼稚的那一面 然后幼稚的那一面 所以你如果称赞他 他是很得意的 他反而会展给你看喔 对 好 我们来看一下第三名 太阳金星而果落到了 天蝎座 你们那个大门锅里面 有没有天蝎座的男生 天蝎座 王伟宗先生 伟宗哥 伟宗哥 对 伟宗哥会这样 对不对 女人喜欢她 整个那个样子都不一样 那个气势帅气的感觉 就耍帅出来了 我们说处女座的人 就会开始弄她的头发 一得意的时候 双子座就会开始翻跟斗 那天蝎座的话就是双子库 就耍帅对不对 对 就耍帅 很稳的就看了 对 伟宗哥是不是这样子 OK啦 没问题 对 他就这个表情 对 而且他那个表情 绝对不是冷静的表情 那个表情有点像是 他好像感觉到 左上方有一个摄像 selector 在拍她 而且是爽爽的感觉 对所以他一定有姿态 然后那个表情就是 好像随时都有很多人在看它 他太开心死了 然后他告诉自己不能笑 不可以笑出来 笑了这就没有威言了 然后马上就事后开悔 现在收视率已经到一定程度了 我们剧本要更要求 对 你讲得好像我们之前的天气 然后所以你就会更崇拜他 你一点都不满足现在的状况吗 然后就会更好 你好胖哦 非常稳 对 那所以你就会看到很多天天之后 他这种装酷的时候 那还算他有自信 那我没自信的就是 你这样好玩吧 好玩啊 这样好玩 不要忘记是我亲密的 不会忘记 真的可以 我如果不亲密你就不能来哦 对对对 一定要谢谢他 一定要证明他 好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名 第二名是太阳清晰 十字座 对不对 十字座很多啊 八哥哥十字座 头中看十字座 贺大哥贺一号 小燕姐啊 对 所以我们都要叫他第一名 永远 对 第一名 第一名啊 好 这个你只要把他当偶像 他就愿意当偏当偶像 对 对 他马上就变傻了 女狮子还好 但男狮子一定飘飘然 而且他完全不能提到 女生撒娇的功夫 当然再商言商啦 如果你去像头顿康 你去他的店 他就会甜面无私 可是如果你跟他去吃饭 你凹他请你一顿的话 你要是够厚脸皮 他拒绝一次 他是不好意思拒绝第二次 对 他怕没面 对 所以 而且这个时候要用鸡酱吧 对 你看嘛 出不起啊 连谁谁谁都已经请我吃两顿了 哇 这个是 这个是刺激到面子的问题 绝对充全 没错 所以对付狮子座 一定要有这个面膜 然后就要让他当大哥 这样就对了 所以当偶像的话 这个狮子座就会全身活力都出来了 而且他也会看起来越来越年轻 看起来越来越光彩 好 我们来看第一名 太阳惊心日落落到了 这个大哥大的星座 对吧 牡羊座 狮子牡羊座 成龙大哥 牡羊座 对 对不对 鸡酱法对牡羊座最好用 最有用的 他喝酒 你不能喝 不要不要找他喝 狮子座我不能喝 喝醉我第一个就他 没错 狮子座还务实一点 牡羊座是不要命 碰个也是牡羊座 对对 对 牡羊座就不要命了 像成龙大哥 要是有美女在的话 本来 预计从三楼跳下来 对对 不用替身 自己就跳下来 对对 他这次来说 可能就是这样子 就一定要逞一时之勇 而且马上那个活力百倍 好像喝了蛮牛 因为我记得 碰个有时候都在棚里面 他就拿出他的吉他来 然后开始弹 然后写歌 然后或是他自己新的歌 然后在那边唱 你知道有些女孩子 像我或是其他的女艺人 看到都会觉得说 好有才华 我们就露出那种 就是看到偶像的神情出来 他会这样做对不对 然后他会爽死 你不要以为他没事都在谈吉他 他是看到有人 有人才谈 有人才谈 对 而且碰狗这样算很有格调的 对 他是很隐性地在那边做这件事 对 要是显性一点的 幼稚一点的牡羊座 他会到你面前来 主动邀约啦 或者是说 你有没有玩过什么东西 什么游戏啊 我跟你们很会 他可能会主动让你知道 他的优势还有点在哪里 OK 那接下来还是继续来看一下 这个勾引男人第二绝招 到底是什么样子 我们来看一下 热情 卖弄风骚 能露就露 来 玛格丽特 来 怎么 换你的专业啦 一批面拜托你今天这么火辣 对不对 对啊 热情的感觉啊 弄一下风骚 对不对 我要饭店 对 你就直接走个台步 给大家看一下 你要去什么 那去饭店 那就走了吗 我跟妳在 妳要干嘛 我跟妳讲 女人就是要展望她自己的优点 对不对 来 玛格丽特 走一下 来 展现一下 你如何去勾引男生 来 走过去然后再走过来勾引 我们的这个郭哥好不好 来 真的吗 这样子好那个啊 你要在他面前啊 展露你的优势 然后再过去卖弄 我就没有那种天蝎座的那种稳度 可是刚刚他们所要对那个 2号的那个 可以 都可以 勾引2号玩再勾引郭哥嘛 都勾引好不好 全世界都变成 勾给你勾引 然后就勾引 勾引到 对他嘛 对 对他 好 好 我的君子今天好激怒 我的君子今天好激怒 对不起 对不起 我再来一次 好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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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乖 acqu hal布会攻击 真是给我呢 好不过来 ip hal布会攻击 很厉害啊 很厉害啊 那好好换不算我换我 我也要 我也要来換ộ 妳也要嗎 這樣不公平 我已經勾引 我換另一... 你... 第一個比較難喔 不會啦 好 不然這樣子 我勾引完 你再來勾引一次嘛 對不對 好不好 妳如果覺得妳不滿意 換我了喔 來... 我真的不滿意 沒有啦 我現在不滿意 我真的不滿意 妳不滿意 妳是誰不滿意 妳不滿意 不滿意 我可以 妳不滿意 我可以讓她去哪 妳不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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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說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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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說 不要... 不要... 我在這邊好害羞 我東方人都不害羞 外國人害羞起來 來 妳要不要再來一次 我覺得我一次就夠了 我應該贏了吧 好 來 波哥 妳要幫我跟瑪格玥特打個分數 妳覺得 我們兩個勾引男人誰比較厲害 我可以再讓妳看看我一眼 好 快一點 90分 為什麼90分 因為妳沒有做作啊 沒有音樂啊 然後就這樣走啊 妳也拜託 我音樂是我在表演 音樂都是我在表演 我還聽不懂 OK 好來 妳符合她的個性 符合她的個性 90分 那我呢 對啊 前面還沒有 對 下屬嗎 怎麼會 還這麼高喔 為什麼 這麼高妳說的 不是我 不是我說的 沒有我發現妳太職業化了 對 我 我真的這麼職業化嗎 我真的有這麼職業化的感覺嗎 其實不會啦 加千也OK 對不對 真的妳喜歡這味的嘛 不是我喜歡這 我沒有咬這味的 我絕對不相信 我剛剛在這個郭哥的眼中 是一點吸引力都沒有 所以呢 我不相信 問我們的高老師來證明一下 給所有的觀眾朋友知道 好 大家一起來做個測驗 目前為止 妳在異性的眼中 妳的性吸引力到底多不多啦 來 其實我們都很希望呢 我們自己呢 人見人愛 所有的異性呢 都會為我們瘋狂 不過呢 我們來進入妳的潛意識 因為光說 其實不一定準喔 我們現在進入潛意識呢 我們進入我們的水塘測驗 我們測驗一下 目前妳在異性眼中 性吸引力到底高不高呢 好 來證明一下 來 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的題目是什麼了 如果你洗澡洗到一半呢 浴室的水突然沒有了 妳下一步會怎麼做 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 自己去找水 對 好 第二個呢 叫家人幫妳提水來 第三個呢 用浴巾包住本水來 先看看電視 水口一下 自己去找水的意思是 去看看瓦斯爐 對… 壞掉了 或是說冰箱裡面的一些水 有沒有 快出來找水 怎麼那麼慘啊 自己在找水 就是去找原因就對了 對 那我會選一啦 一 OK 那 瑪格麗特呢 我也是選一 因為我有這個經驗 對不對 對 我到一半 然後呢沒有水 然後我就擦擦擦乾淨 然後呢就樓下買水 就樓下7-11買水 真的嗎 那要買幾罐啊 買…可能 其實買13罐很大的就夠了 很大的就夠了啦 對… 而且可以不要硬 就這樣沾起來 然後拍… 沾一點拍… 然後最後整桶 對… 對… 黃老師你咧 有沒有家人住 有啊… 有家人住我就叫家人幫忙 OK 好 家人幫你提水對不對 對 黃老師你咧 我叫老婆啊 好 我應該也是自己去找水 OK 觀眾朋友 如果選我們請高老師來告訴大家 目前為止 在異性的眼中呢 你的性吸引力到底還剩多少了 來… 好 如果呢你洗澡洗到一半喔 水突然停的話呢 你會選擇自己去找水喔 像我們的郭哥 瑪格莉克 跟嘉芊一樣 如果觀眾朋友 你也選擇這個答案 我們趕快來看一下呢 目前他們三位或是你呢 在異性眼中呢 性吸引力到底高不高 趕快看一下喔 恭喜你們有60喔 你們靠著服裝啊 造型或是幽默感 讓你們的性吸引力加分喔 其實這類型的人呢 就是說有外型的 一定會散落他的外型喔 像瑪格莉特 身材這麼好 像我 還有瑪格莉特 我是說瑪格莉特 跟我 沒有 只有她 妳就是把睫毛畫長一點就對了 真的嗎 對… 好 因為有身材的就露身材 像我 沒有 只有她 好 謝謝 然後呢 我都沒有 我拚腿是什麼意思啊 我還沒講完 好 然後還有呢就是希望 像郭哥一樣他有樣幽默感 是 他覺得說他雖然外型不是那麼的帥氣 可是他的幽默 他的智慧呢 他其實異性會覺得好有吸引力喔 真的喔 對 跟他上床一定感覺一定很棒喔 那如果像嘉芊的話呢就搞笑了 就大家笑一笑 然後覺得最後也很不錯啦這樣 沒有出來 我一走出來大家笑完就說 但是你有興趣我可以跟我回家嗎 對 那什麼東西啊 那我去看待機啦 有事會發生在我身上 我怎麼都沒碰過啊 怎麼會這樣子啊 所以你就是跟著他們說 不會啦 嘉芊其實 兩個都有 他真的是做節目是這樣 對 我跟你講他平常真的還滿吸引的 吸 那接下來呢我們來看一下喔 如果你已經洗到一半喔 突然水停了喔 你會像黃老師跟唐老師一樣喔 叫家人幫你提選 來我們看這兩位 一個胖嘟嘟的一個木乃姨喔 我們來看一下這兩位 選到了這個答案 如果你也選這個答案 我們來看一下呢 目前你們在異性的眼中 性吸引力到底高不高呢 趕快來看一下 趕快來看一下 目前你們只有零分 為什麼啊 因為異性呢 看到你們的感覺很像 家人般的親切喔 所以根本沒有吸引吸引力 是 一直就說 一般人 就是一般異性看到他們說 你有沒有興趣跟我當家人 對 而且走弄 走弄兄弟姐妹啊 大哥大嫂啦 大叔大嬸啦 姑姑啦 奶奶啦 公公啦 爺爺啦 就是這類的感覺 看他們覺得很像那何家歡 像家人一樣 怎麼會有吸引力呢 只想跟他們聊聊天啊 然後交心啊 一起去吃吃飯啊 那感覺就很好了 真的真的 他們跟我講說 我朋友的媽媽好喜歡你 我說他們兒子 她說喔 那個不能喔 我覺得 我覺得後面那句比較好笑 後面那個說 那個不行 不是說不行 不是說不要 是不難 不能 不能攔戟 好奇這類學的 就雖然呢 你們跟他就睡在 好不容易喔 就把他騙到床上睡的話 他們也會跟你那個 純聊天而已 所以你完全沒有信息 所以這兩位 或是觀眾朋友 喜歡這個單要那個 有時候要把你的魅力展現一樣 不要太隨和太親切 大家會把你當家人一樣 其實你們就虧大了 可是我覺得 叫別人拿水來 滿帥的啊 沒水了拿水來 滿帥的啊 那你會想跟唐老師在一起嗎 鏡頭 鏡頭照過來 錫 錫 錫錫 沒有 唐老師是自己活得很乖的 OK OK 你要把這種一座牌照 就讓他頭躲下來 躲下來沙鍋魚頭 好 趕快看一下選擇三的 我們不要再傷害選擇二的朋友 對 趕快看一下選擇三的 又浴巾包住等水來 現場沒有人等 現場沒有人選 對好 如果觀眾朋友呢 當你們洗腳洗到一半 那個水突然停了 你會覺得說 沒關係 把浴巾包好看電視也沒關係 如果觀眾朋友選這個單 我們來看一下呢 目前你們在異性眼中 信息引力到底高不高 好 趕快看一下 恭喜你們一百分 其實你的肉體實在太誘人了 讓異性恨不得鋪上去 所以選擇這個 就是 別人享受他的肉體 他對很多異性其實不在意 他表現他自己的才華 他覺得他不必主動地去 撥取異性的好感 反正這樣子呢 男生或女生呢 更有魅力 更有吸引力 反正是說 大家都很想接近你 主動地想勾引你 所以觀眾朋友真的恭喜你 不僅你的肉體非常吸引人的話 你的才華 你的眼神 你各方面呢 所有異性的看到你都會流口水 恨不得呢 把你鋪上去 所以這樣我們就知道 以後沒有水 我們就在那邊等水 然後可能三天水還沒有來 真的 自己就渴死了 可是好奇怪 你這樣子會癢癢的 那你已經開始洗對不對 對嘛 其實這是潛意識啦 潛意識啦 我覺得你對這件事情很 你還好啊 你要看看唐老師他靈耶 對 你還有60分鐘 你還要過關耶 就是 一跟三都是主動去找水 這二 二是截然不同 就是完全要別人來找他 所以我們就不要再討論這種事情 來傷我們的唐老師了好不好 太承受不住了 我們接下來是要幫助唐老師 要教他如何勾引男人 所以第三招好不好 唐老師來看一下 到底還有怎麼樣勾引男生的方法 裝無助 裝需要安慰 這招最好用 一定要很無辜 這是我們都不懂 這是我的弱項 對 真的 對 只要有人要幫忙 我就不用 什麼都送 而且你知道 像我們常常如果用這一招 如果跟那個讓男生看破了 你會覺得說這種女人真的很可怕 心機那麼重 所以我們今天從我們的手面上 問一下我們的黃老師 什麼樣的手面上女生 這樣的女生是信不得的 來 首先我們從面相來看 面相裡面有幾個特色 第一個特色是看它的髮際線 這條線不是頭髮線 是髮際線 瑪格麗特現在非常清楚 因為她頭髮梳起來了 對 直接看到這條線 這條線基本上是要這樣子直線 沒有這樣子稱之不齊最好 像這個如果這樣稱之不齊 其實一個人的頭髮都會有一點點的稱之不齊 要很明顯的這樣稱之不齊的話 這種女人信不得 像瑪格麗特那種就信得了 信得 你認為你的很清楚 就一條線很好 你的就是屬於這樣的 老师弟 意思是說我去噴噴噴了一下 沒有沒有 一定要很明顯的 很明顯的 大概一般上來講要三次凸 三次凹凸才算 這個地方這條線 為什麼會有這樣高低不平呢 第一個她的教養可能不好 因為教養的關係 這種女孩子長大之後她比較意氣用事 然後講的話都不實在 都是為了自己的目的講出來的話 很難令人家相信 所以我們首先看一個女孩子 當然她如果頭髮蓋著 我們就看不到了 如果頭髮沒有蓋著 梳起來的話 你看清楚一下 她這個如果 這個髮際線凹凸得太明顯的話 這種人她講的話信不得 或者她的行為 你不要照你直接看到的行為 那是不能相信的 沒有啊 你只是美人肩而已 一個肩而已 沒有三個肩 美人肩是正常的 所以我是可以值得相信的 可以相信的 可以相信 看妳樣子也是笨笨的 其實可以相信的 老師這時候妳就被她跳進去 蕭籤真的很可愛 你看看她私底下 真的很可愛 她其實滿有氣質的 好 那我們看第二項 第二項這種女孩是很可怕的 要注意 注意看一下 我這裡畫沒有畫到眉毛 任何女孩子是有眉毛 她為了紋眉 或者為了美中的關係 她把眉毛全部剃光 再畫上去的這個 也不能相信 怎麼講呢 我們在人跟動物之間不同的 就是眉毛 動物都沒有眉毛 人有眉毛 就是眉毛代表個性 感情 我跟我的老公 我跟我的男朋友 我跟我的另外一半 我的家人有感情 就是因為她有眉毛的關係 你把眉毛都剃光之後 她心情變得非常的冷淡 非常的冷漠 對啊 你有沒有看過沒有毛 對 人一人之間都沒有感情了 對 而且你有沒有看過 如果我說沒有眉毛的那個 我說沒有眉毛的那個眼睛 那奇怪 那個臉真的很怪 對啊 很像鬼 我覺得這眉毛是很重要的 如果她眉毛都剃光了 這個人真的很結情 結情了 感情方面 好 再來第三個呢 是我這邊畫得不只很轉神 就是她跟你講話的時候 會把舔一下唇 或者咬一下下唇的這種女孩子 在講話的時候她會 她舔一下再講 就如果說跟郭哥講話那樣 郭哥 其實啊 我 這個 這樣會不會太忙了 這樣怎麼講話 就是這樣 這樣一句話都講不到耶 她說是舔唇的話有兩個意思 第一個 你對郭哥呢 有性慾方面 肉體方面的這種感覺的時候 好真的啊 第二個 她通常不會嘛 你遇到一個男的 譬如說馬上有肉體的感覺 那這時候就表示 她講的話是騙人的 那下面呢 我們在另外一個 單獨的部位來看 就是下唇特別長的 特別凸出來的 人家說冰嘴冰嘴有沒有 那就是冰嘴 是天生的下唇特別凸起來 這種講話 這種講話 很喜歡講小道理 然後講小道理呢 會跟 男人很難跟他講清楚 他就是這樣歪 要你這樣相信 要你這樣覺得歪理 講歪理 講歪理 那男孩子通常會講不過他 因為他的嘴唇是往下的 就是很困難跟他講清楚 其實遇到這種唇的 我們也不大想跟他在一起 不用去相信他的話 不會啊 雖然他很性感啊 對啊 嘴唇大大的突出來 也說還滿性感 那像那個 那個那個 那個 那個 秋里 看他不是 他上下唇都很厚 不是我這裡 有一塊特別凸出來的 好 接下來還有一項 還有一項呢就是 耳珠朝後 什麼叫耳珠朝後呢 通常你注意看一下 我們的耳朵的耳珠 應該是在這一邊 是朝前面 對 耳朵往前就是 這邊是鼻子 嘴巴是朝前 但是有些耳珠 它是往後去了 你看 退到後面去了 不是直下 它是往後去的 往後去的話呢 這一個女孩子變成說 她的感情也是一樣 為什麼 你為什麼笑 她有沒有朝後 沒有 她是直下 她是直下 一般正常 直下後朝前直下 往後的才是不對嘛 我剛剛是我的OK 大家 所以其實像這樣子 就是瑪格麗她是外國人 也算這樣子可以看 對 在這方面相同 因為耳朵是腎臟 我想外國人跟我們中國人 一樣是兩個腎臟 不會他們只有三個腎臟 我們就一個腎臟 對 一樣 所以一樣的論 就是這種往後的呢 講話比較油滑 老師 我是嗎 你是往下 不是 我是往下 他是要這樣子從側面看 往後的 確實有看過這種的 整個耳朵感覺上 比較往後面過去的 另外來講的話 它還是性能感 就是女孩子若是耳朵的 這個耳朵往後的話 對 在性的方面 她本來就很排斥 是 那但是在講話方面呢 她會取悅對方 我剛剛講過 講得很油滑 很油頭滑面的感覺 但是那都是不對的 這種女人信不得 以上我所講的 任何一項不帥 那就這種女孩子 在講話中 你要多方地考慮一下 多再看清楚一點 對 那郭哥我問你 你有沒有看過那種勾引男人 很厲害的女生 而且一勾引馬上上手 上勾的那種 我是沒看過 你沒有看過 因為我都是聽別人講 譬如說我們看報紙 對 怎麼這個人又劈的 那個人又劈的 怎麼永遠劈的都是她 那我對她就會產生 產生那種好奇心 我覺得說 她是怎麼勾引男生的 所以我們今天 從星座來看一下好不好 來 到底什麼樣的星座女生呢 勾引男生就是百八百重 厲害的 好 太陽金星兩顆星都參考一下 好 那瑪格莉特是天秤 金星呢跟我們高老師 太陽是一樣都在獅子 所以她看起來很老實 那我們高老師是獅子 然後她的金星是在處座 那你是雙子 對 然後我們來看看 勾引男生百發百重是誰呢 這些都是本角色 離她們遠一點 第三名 太陽金星 如果落到了 我的天蝎座 聽說很多 要預防也是天蝎座 對 曹子姐 那個西美姐 天蝎座很厲害的 然後天蝎 對 天蝎座很厲害 尤其是女生 她們會去找她們想要嫁的對象 然後設定得非常的高 而且不管再高她都能夠達到 這是我對天蝎座女生的 了解 對 首先天蝎座的人 她有自信的魅力 曹子 對 很自信 然後她也有一種神秘感 而且她很善用她的眼神 她知道她的眼神很性感 所以她可能只要很深情地看著你 或者是有一點讓你猜不出她在想什麼 可是她好像肢體上又跟你很貼近 那男生就會感覺到那種隐隐約約那種氣氛 那種感覺 天蝎座很擅長製造這種感覺 而且天蝎座她會 她在吸引男生的時候 她也不希望說 你只是被我的外貌吸引 或你只是被我的什麼氣質 或者我也希望我的能力能夠吸引你 所以可以的話 她也會很適時地 比如說展現她的智慧 或展現她的能力 讓男生覺得好佩服 所以天蝎座的女生鎖定的對象 如果你不是她鎖定的對象 她看都不會看你一眼 你也別想靠近她 如果她是她鎖定的對象 那她就會對你滿熱情的 然後也會願意讓你約出來 然後用盡她全身的力氣 希望你覺得她很讚 所以她肯引男生出的是百八百重 所以那是自信 對 沒錯 OK 好 我們來看一下 第二名是誰呢 太陽金星如果落到了黃佳謙的 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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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會很像很憂愁 很憂慮 然後可是不要男生幫幫 這種又堅強又脆弱的反差印象 馬上把男生的眼光 緊緊地吸引住 那她開心的時候 聰明的那個表現 又會讓男生覺得 這個女生真的是搞不定 今天怎麼我覺得她像 那個龐德女郎 可是明天又覺得她很像 清純小百合 就是百變的面貌 讓男生目不暇己 所以常常很多男生 只要雙子有意在這個男生面前 那很多男生會喜歡雙子 可是如果雙子 誠心是要吸引某一個人的話 她就算是別人的最愛 她也是告訴她說 我追不到你我會痛苦 裝個可憐 裝個可愛 我跟你講 男生絕對逃不出雙子的手掌心 安吉利娜丘莉就是雙子座 雙子座 小S 小S也是 最近這個定義 對不對 非常多雙子座的女生 其實都是很有魅力 像莫文蔚啦 對對對 當小慧啦 但是被她們惦得死死的 你就知道 我也可以 相信妳的前景還很看好 但是妳有個巨蟹 妳比較保守 對 但是也是妳的 對 真的喔 非常好 那我們再來看看第一名 雙子座什麼呢 還有比我們更厲害的 雙魚座 第一名就是太陽金星 如果落到了 雙魚座 你為什麼知道 對啊 因為雙魚座女生會裝得楚楚可憐 你有被雙魚座女生勾引過嗎 沒有 但是我非常了解雙魚座的特質 好像你對每一個都非常的了解 對啊 你對女人很了解 對 雙魚座是專門以配為性的 對 這個要很有耐性 而且判斷力要很強 很像是以退為進 然後它準備倒下去 它是心一想 它知道有人會來接 如果像我們這種 欸 我萬一沒有人來接怎麼辦 怎麼辦 我就不敢倒了對不對 所以雙魚是要有很大的勇氣跟智慧 才能做到以退為進 而且我們上面說的那三招 它通通都有 對 嘴甜它絕對有 因為雙魚座很會稱讚別人 對 那它稱讚別人不像那種 我們剛剛演戲的那種 不是 它就是像瑪格莉特剛剛講的 它很誠懇 是 而且它都是講重點 所以為什麼小郭喜歡聽它 講這種很誠懇的話 因為它自己本身就是很會去發現 人家優點的人 而且賣那麼風騷 這個雙魚呢 它如果是在夜店的話呢 那絕對是能漏就漏 哇 一點都不會省 而且它會很主動 然後會讓男生覺得 哇 這是女人中的女人 然後裝無助 需要安慰的地方呢 雙魚也是一等一一把照 對 它很能幹 可是它知道要在男人面前裝弱點 對 裝無助這雙子跟天蝎是不上 兩個都很硬啊 怎麼能裝無助 所以這三個星座的女生 都是屬於百發百重型 瑪格莉特多學的 對 沒錯 不要這麼保守 喜歡的就要努力去追求 好 趕快進行我們今天的測字DIV 我們今天要測的是最近 我們會不會遇到爛桃花 恐怖恐怖啦 來 好 那今天測的單元是要測最近 這個最近就指最近這一兩個月 不會不會給這個爛桃花纏上 還有我們還要知道 既然會纏上或者不纏上 到底是哪一種爛桃花 爛桃花很多種 是 好 我們今天用 網顧道義這四個字 從這四個字裡面請各位選一個字 好 那觀眾朋友麻煩你一起來選 四個字裡面選一個字來測看看 最近以後是不是會有哪一種爛桃花 好 網顧道義 來 郭哥 顧 好 那瑪格莉特 義 好 那這個我們的高老師 顧 好 師 道 好 我也來個道好了 我們一起來看看答案 我們第一個字是網 網加個密字簿就是網路的網 你為了這網路加著新 你新一來就迷網了 被網路迷網 所以你如果有爛桃花 最好是沒有 如果有的話你小心 是從網路方面來的 網交方面來的爛桃花 我們看到答案是 網路色情心動迷網 請你小心網交的爛桃花 好 這個就是上網的危險 要非常地小心 好 第二項是顧 顧的這邊直接看 它戶 就是戶就家裡 家裡有一個家人 上面是戶 戶裡面有個家人 對 這是不錯啦 雖然是好桃花 不一定是爛桃花 問題就是 右邊這一邊 來的桃花 那個桃花可能是顛倒男女 顛倒營養的 那就小心是同性戀的 爛桃花 好危險喔 但是是人家來 我們可以拒絕嘛 對 我們這只是向你小心 哪方面的 你有這個姓像嗎 想不想大筆 就這麼跟我講 不是 好 我們看到答案是 戶有家人 陰陽顛倒 請你小心 同性戀方面的爛桃花 那如果是女生選的 搞不好也就是他那個 就是女孩子的會來 然後男生選就是男生會來 對 好 下面是道 道是唐老師選的 還有我選的嘛 真的 對 跟佳心選的 對 這個道呢 我們加個寸就是引導 誘導 對 有人在誘導你做什麼呢 去追求這個爛桃花的事情 那麼 我們看他的答案是什麼呢 同事誘導追求肉欲 所以你小心應該是 職場方面的爛桃花 是誰 是誰要我去攻擊誰 我帶你去好了 OK 那我也是那個帶你去 對 真的啊 好 那最後是這個意 意呢 直接看出來就是 我是王 八 就是我嘛 是王 就是八 對 馬格麗特選 那是什麼意思 那是什麼意思 我為什麼會王八呢 一定是我的另外一半 惹爛桃花 不是我自己惹爛桃花 我的另外一半 例如說我的先生 去惹爛桃花 或者我的太太 我的情人 我的另外一半去做壞事 所以這時候的小心 不是小心自己 是小心你的另外一半 最近是不是會惹爛桃花 你注意看清楚一點 我們看到答案是 情人偷人 當我王八 OK 今天非常謝謝我們的馬格麗特 還有我們的郭大哥 來到我們的節目裡面 謝謝 謝謝兩位 也謝謝張老師 也謝謝觀眾朋友收看 謝謝 有時候啊 他會這樣子 真的好像喔 然後 而且這樣 他有一次他喜歡這樣 然後 而且他明明就短髮 直接 直接都快測完了 你剛剛 然後笑起來這樣 尤其是這樣完之後這樣 眼睛都閉起來了 最討論女生那樣笑 就這樣 在世界的任何角落 您可以透過東森衛視 及eTiturday網站 收看本節目